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每一个香港人都会担心的 因为那个发展的情况 大家也知道有些僵局 之前是讲的政治诉求 但现在我看法就是 可能是大家都对于不同的 过往社会的问题 都开始一次过的浮现了出来 所以大家都有一些坚持 应该他们要鼓起勇气 因为既然他们 kick off 了事情 应该我觉得 应该他们拐铃唯伤是令人的 总有一天要解决 不过大家都希望解决到 最主要是不要伤大家的感情 因为香港现在最大的问题 很多人说我们的经济 法治 但作为中间人士 我最担心的是我们的关系 不论是我们之间香港人的关系 我们与警察的关系 我们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其实这些都是关系 关系的修补 反而比经济 比法治 可能来得更加难 因为需要的时间更加的长远 所以这方面 我希望在这里继续致命的人士 考虑一下 其实他们的诉求 我相信大家都听得到 只是应该大家都要 在适当的时间 能够大家拿出勇气来 可以修补我们 比较之间香港的关系 因为大家现在 是一个很亢奋的状态 很难 我相信大家都要 比较冷静了之后 应该多一点的对话 比如明白青年人的诉求 当然他们在想的是什么 可能之前我们 今次我相信 占领行动的 有过的情况 起码是令到我们有警觉性 知道他们的诉求 好像我们团结香港基金 都是希望这样去探讨一下 比如长远的问题 我听到很多 在占领区的市民 他们都觉得 比如香港的房屋 香港现在 比如说 有安居乐意这个问题 是很难的 我相信这方面 我们应该都要探讨一下 这个政策 在能够在香港 起码每一个人 未必每一个人都能够满意 起码大部分 能够有个安居乐意的环境 但感情我相信很重要 特别是家庭之间 我看到很多家庭 甚至我亲身经历都有 在一个摆一个寿宴的时候 突然间有人会拍桌走 这些都令到我觉得很伤心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这样 很多人说 狮子生下精神 其实以往我们就是一个很团结 能够彼此和充共济的精神 所以我希望我们彼此之间 能够理性的 特别离开了这个占领区 可以回到家之间 我们再大家静下来 可以为这件事情 我们一起去再讨论 我相信最重要 大家回归回理性 不要有任何感性 太感性的冲动 因为如果不是 那一定是戒交的 就是我们一定要回归回 一个理性的社会上去做 对吧 大家彼此之间 可以有一个言论的空间 不过一定要彼此的尊重 还有我想我们今天 讨论的东西 只是一个 我们可能人生当中 一件的事情 但不要把这件事情 无限量放大 最担心的就是 反而是我们和内地市民 人民的关系 因为现在呢 似乎我们已经不是 对对的政权 连开始人民都是 内地人民都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 所以这方面 我相信我们一定要彼此明白 因为始终一件事 我们都是中国人 还有我觉得呢 不要太多的 记住很多的仇恨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 都在历史里面 的确在中国历史里面 发生过很多事情 我们未必很开心 但我觉得人 一定要彼此的宽恕 彼此能够和解 再踏前一步 所以我相信 我们都应该多些明白 可能在占领区的人 占领区的人 可能明白多些 香港的市民 起码能够养回一条路 使香港能够 过正常的生活 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 可以去到大家一起去谈